艺术家搞创作 基本上材料服装自己的想法 考虑的重点是我想要什么 但我不这样做 我做作品的时候 基本上是随着这些零件走 替他们说话 他生命轨迹所留下的这些痕迹都存在 甚至颜色我都不怎么改变 只是把它清理干净 当这样的时候 每个零件感觉它的性质特别的突出 我以前是搞汽修的 做了十几年技术 那时候特别苦闷 总感觉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这个社会衡量人 全是用实用价值来区分的 虽然我一直努力想做个好人 可是最后似乎所有人都不满意 始终有一种挫败和自卑感 他们只看你有没有钱 够不够成功 没人在乎你内心喜欢什么 整天跟零件打交道 有时候两三天不跟人说话 看着这些零件因为没有用了就被丢弃了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 因为我没有用不符合成功的标准 所以也要被丢弃吗 真正什么是艺术家呢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关心灵魂的事 我是怎么来的 我要到哪里去 我怎样度过我的一生 这些我一直在思考 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每个零件都是废弃的 可是这些零件组织起来 就特别的上心悦目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一种心态 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用实用的观点来决定它的目的 当2001年的时候 有朋友送了我一本圣经 他说这本书能解答你的困惑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 还以为好多话是比喻呢 他说连我的头发上帝也数算过 我没有出母府 上帝就认识我 后来我发现这不是比喻 原来真真正正的 我这个人是上帝精心设计的 我的作品就像我的孩子 看着他我就感到幸福 反过来说呢 上帝他从来就没有为了有用 为了实用而把我造出来 而是因为喜欢我 爱我 才把我造出来 废弃灵界就像我的生命 我们是相通的 当他找到自己的价值 他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同样的 当我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很高兴 上帝更高兴 联系我吧 奇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哦 如果本人可以走到这种价值 我感觉不回答 因为我们在雷里可以秃与 要戴我 我感觉到这种价值 那种价值